类出国正夯呼应交通部蓝色公路计划 国内知名的旅游业者和邮轮产业在交通部支持下 10月22号起要推出全球第一次的环岛邮轮 3号下午是在台北举办的记者会预告环岛邮轮旅游 未来要停靠基隆、台南、澎湖、高雄还有花莲等热门的旅游热点 要振兴国旅 尽管国内疫情趋缓,全球疫情仍在升温 台湾民众出游的市场没有因此停止 继跳岛邮轮后,雄狮旅游与新梦邮轮再次合作推出邮轮环岛 3日记者会宣布10月22号正式启航 预计将停靠基隆港、台南安平港、澎湖、高雄港、花莲港等热门旅游景点 呼应交通部的蓝色公路计划 我们对于观光的想象是根本的改变 我们业会长最清楚,以前就是英镑、澳镑 我们没有去想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带来庞大的这种消费的能力 也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叫做类出国 其实以后真的是可以出国了 只是因为现在有些国家的疫情还不明 我们当然跳岛、还岛也可以包括其他国家的岛 这个就是其实是可以结合的 熊师探索梦号 国内环岛推出六天、午夜等多种组合玩法 最低价每人9900元起 花莲县政府也准备了1000份的在地办手里 给到岗的邮轮旅客 2300万年前的海岸山脉 再到我们的远景有中央山脉 所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东海岸 千万要记得要来东海岸 还要记得看到太阳从海平面升起 是多么的美丽 去日东升在花莲 去日东升在太平洋的左岸 所以欢迎大家常常来花莲 这里是欧海忧环岛去 欧海洋回花莲 10月推出的环岛航次探索梦号 将落实健康筛减、消毒清洁、社交距离等各项防疫措施 以具体行动响应政府推行的安心旅游政策 严格把关旅游与船员的健康安全 记者讲方言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没有 birds 没有